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记忆中刻下模样 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 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 一年时光 那一个温柔眼线 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紧口 心脏也较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 一年时光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般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 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看着难免的长夜 领悟未来的图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 梦想 你是我的 一年时光 Lun Sang 二年时光 我认识的美义 见识的美义 每次年轻开 每次第六位 我认识的美义 你弄切吧 平时的美义 我认识的戒指 我认识的美义 那很想念 哪有此前有一点 我认识的美义 我们的生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是失忆了 是穿越了 不是穿越的 小妮 喂 丸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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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怎么了 是不是喝大了 那 是不是有人陷害我呀 谁送我回来的 小妮 不要有被图害往下征 没人陷害你 你昨天晚上喝大了而已 喝大了 那是跟我送我回来的 没事 小老板 我看你也挺忙的 还有一堆事要做呢 我就先走吧 有事您再叫我 李生 怎么了 是老板 这还真有水印呐 但是是不是少了一页啊 肯定做得挺像的 你们为什么办这假券 有什么好处呢 办什么假证啊 办一个真正财九块钱而已 我跟你说 我跟米生这次可是认真的 这张结婚状 货真价实 为了什么呀 人家结婚都有三个理由 大龄胜女恨嫁 不是 父母逼婚 应该也不是 那共同买房买车 那不至于啊 你起来一下 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 还有一种 你一般还认了 还你个大头鬼啊 我们俩现在连自己 接触都没有 为什么 没有原因 就是这不是给大家冲喜吗 你赶紧去上班吧 一会儿来不及了 我不 那具体个性是什么呀 等到工作室再说嘛 不然这么心里的事 见了白云 还得再说一遍 饿嘴都干了 这个挺好用的 行了 赶紧走吧 上班吧 走 那那我也得问 这具体过上是什么呀 你怎么那么八卦呢 说说吧 怎么回事啊 这还不都怪你这小老婆 我可是本着对你 无比信任心底下 跟他 谁是让你这么不容器 所以你就这么把自己给卖了 错 是他买他自己卖给了我 我本来以为 米生作为公大总裁身边的小跟班 至少薪水还算客观吧 可是既然脸完证他才告诉我 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最近N1发生了地震般的波动 外部手机召回 对品牌的影响非常大 内部副总裁陈柏 又带领着团队集体辞职 而且补偿消费者的资金 也出现了漏洞 内外交困 米生的闲事都大折扣了 你刚才说的真的假的 N1出了这么大的事 姑姑怎么一点都没跟我说呢 娘 阿姨 公公的脾气 她怎么可能会把这种事情 抱怨给你听啊 她肯定由孟孟一个人扛了 而且据米生说 很少喝酒的公 昨天晚上 为了给离开的团队送醒 心里不舒服 也喝多了 这么夸张啊 不行 我得帮她 石小念 你是不是傻呀 我们就一个以冒号为主的出版社 还有你的工作室 那都还是公共帮你投资的 你说我们在智商行业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拿什么帮她呀 把咱俩卖了 都不够她那些钱 那我也要帮她 人家给我投入付出了这么多 这个危难的时候 我不打板手 我还是人嘛 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她非要嫁给我 我怎么办啊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 我还治不了她吗 我就 你们两个拿我打赌 不是 是她非要赌 孙洁平这个人是赌成性 我可得好好白白地认识 你们两个拿我打赌 你还赌不赢 亏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新的部门负责人我已经想好了 等活儿你去把文件拿过去 给各位董事们看一下 对了 产品召回的事情反响怎么样 社会舆论反响还不错 有不少人觉得咱们召回很及时 还算是良心企业 但是 大家更看重的 还是后续的处理和赔偿方案 如果这个方案不能让大家满意 那估计后面一波的舆论压力 才会更大 行 知道了 既然结婚了 哪天吃个饭吧 行啊 时间凝定 我定 你的意思是 让我把安逸接下来的 产品计划告诉你 产品计划 这倒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你从AE出来 把技术团队的核心力量 都带得出来 现在你们都在找 能快速接受你们的公司 你怎么知道 陈总难不成觉得 公司的事情 就真的是机密吗 那你找我干什么 那你找我干什么 成立一个公司 怎么样可以让它 又快又有竞争力 不可能 我是不会把 NE的核心技术拿出来给你的 拿核心技术那是盗取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核心技术我可以从国外购买 为了赶在NE之前 让产品上市 一些外围的包装盒技术 应该不算过分吧 据我所知 国欧目前的经费有限 如果这一次他还是输了 那就很难翻身了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要跟你合作 我也不想瞒你 NE成立之前就有我一笔钱 我现在要把它拿出来 换另外一笔钱 相信你们也都看到了 这份名单是这段时间 我通过对各位的考察指令出来 我相信你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潜力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创造更大的价值 NE也会为你们提供相应的发展防线 感谢大家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是你们配在我的身边 最近咱们拉到的这些钱 完全可以解决产品的赔偿和召回问题 只是 但是投资也要看回报啊 我们要想办法给他们返利才行 对 按照合同 解决完这次的产品赔偿和召回 我们要把后续利润 返回给投资方 这样一来 咱们这新产品就相当于没出到什么钱 虽然解了燃眉之急 但后续资金链端 产品链也就接不上了 不 产品链断了 那你就真的完了 别那么悲观嘛 那 你有什么想法 刚才听米生说完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有一点你需要注意 就是网络舆论一旦增大 那我们是控制不住退货量的 还会有更多的客户要求赔偿 这个货口怎么补上 这个我不知道 我只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舆论公关方面的能力 确实不是很粗 现在唯一能依靠的 就只是产品的质量 但是召回不能停啊 我相信我们的诚意 用我们能感受到 你压力也别太大 过两天我就要回去了 北美市场我们不能丢下 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人手 还是由我来继续拓展比较合适 是 辛苦了 什么 今年的分红 是不是要给我长长了 放心吧 你劳苦功高 我一定单独犒劳你 那我先去忙了 陈白啊 你怎么年纪轻轻的 在这种事情上 却一点魄力都没有 沐雪来邀请你加入樊盛 多好的机会 问题的关键是 他让我负责外围的包装和技术 这一点突破了我的提前 陈总 外围的包装和技术 这种东西虽然每家企业 都有自己的个性 但也是大同小异 即使在樊盛的产品上采用的 也不能算直接拿N1的技术来用 顶多算创立一桩车 谁不会怪你的 是啊 我们真的不能再疼了 这个工欧那边 已经开始筹挫补偿资金了 动作非常迅速 而且啊 我们那些合作伙伴呢 对他们吃乐观态度 只是消费者呢信不过N1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个绝佳的机会 你知道工欧那小的 不是无能之辈 真是啊 交手那么多次 你说哪次我们占过便宜了 他的精明啊不亚于工欧 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他本身就是技术天才 跟他缺好 我们只会吃亏 是啊 陈总 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 要不然 我们离开N1 还有什么意义 就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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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咱们就一起 加个分手 现在舆论方面的评价怎么样 不太乐观 不管舆论怎样 召回的产品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法 升级或赔偿 后续的收入 按照合同 反例给投资方 就算N1 以后真的不行了 我也绝对不会后悔 这次产品的召回 我不会让任何人 说我们没有成仙 小老板 不管N1以后怎么样 我还是会跟着你呢 行了 小老板 你要相信 咱们有逢凶化吉的能力 不能这么垂流丧机 是小剑呢 他最近在干什么 我听孙坚平说 他最近接了一些商业合作的案子 忙得没日没夜 还在工作室搭了张床 有时候忙了就在工作室 凑合一会儿 如果真 gall casa 这是结婚证 我在上面画了你和我 还写了我们的名字 你有了他 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分开 永远都会在一起 我们把结婚证放在这个小盒子里 它就永远都丢不掉了 千处回来啦 千处回来啦 千处 你回来啦 千处 千处 千处啊 找什么呢 我妈帮你找 难得手游记错了 千处 要找什么你跟我和妈说 我们帮你找 是啊 医生都说了 让你律师不要急急躁躁的 现在放屏知道吗 来 来 坐下来 别着急啊 能找什么跟妈说 妈 我总是记得自己好像有一个 蓝色的小铁盒子 再怎么找都找不到 蓝色小铁盒 有啊 妈还给你收着呢 你和小弟订婚之前找出来的 我看那些东西挺有意思的 就给你放起来了 是这个吗 看来我没记错啊 到底怎么了 怎么急着找这个呀 妈 到时候您跟爸也看看时间 我跟小弟都订婚这么久了 改给你订婚证了 那当然好啊 赶紧收拾收拾 一会儿叫你爸吃饭啊 走吧 千叔 好 看看你还想吃什么啊 妈给你做啊 嗯 小姐 小姐 请问您找谁有提前预约吗 不好意思 我没预约 但是我在微博上给张哥留言了 我找张哥 你是说我们张总吧 应该是吧 嗯 我们张总呀 他现在还在忙 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可能 没关系 我 我就在这儿等就行 谢谢啊 另外一位 我每个人都在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很有称调 我的面有预约 我觉得你们长颜 dire约 没有想到 多少設 uncommon 小姑娘 都下班了 你是不是也该走了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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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V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啊 算了 算了 现在学了问题再说吧 张哥 张哥在吗 我是张哥 但我不要外卖 不要保险 不要自由 走吧 我不是外卖 我不需要 走吧 啊 对 你 你谁啊 一个女孩大半夜 跑到一个陌生男人家里 不会想啊 我之前给您微博发过私信 我就是做N1创作短片的那个 你还转发过我的作品 还对N1的手机 给予过表扬 那就怎么样 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 是因为你在行业里和微博上 都有不小的影响力 所以我请您帮我一个忙 我凭什么帮你啊 网上是网上 线下是线下 我欣赏你的视频最有展发了 至于你说那个 帮N1洗清负面新闻 我又不是运营号 也没那个闲工夫啊 看来 你已经看了我的留言了 其实N1这次 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失误 但是他们的后续处理也很快 而且并没有在造成问题之后 才出来补救 他们也有道歉 而且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你是N1什么人 产品经理 看起来不像啊 我什么都不是 那你来找我干吗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 现在很多批评的声音 都是不顾实际情况的 你看 你有这么多的人 在网上支持你 就说明你对事情的判断 有公正的标准 你知道支持什么声音 反对什么声音 现在很多舆论 肯定是有人为操控的 所以现在他们 都已经很不理智了 我觉得N1的手机 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你说呢 宝贝 爸爸也想你啊 等你明天回来了 爸爸什么都不做 就陪你过生日 你还不走 我走了 你不能走 我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拜托 我现在下半夜去给女儿 买生日礼物了 过几天 你想怎么聊都可以 张哥 你说你要给女儿买礼物 你要买什么生日礼物啊 现在你要去哪个店 都 都关门了 我女儿最喜欢漫画 我去给她买一个漫画的娃娃 你说她喜欢漫画 那你等我一下 给我一点时间 你再来吧 有时候我给他帮你送个手 我是正经画漫画的 我们工作室承接一切自主定制 机不可失 没想到你画得不错吧 我女儿肯定不行 那咱们还能继续聊聊吗 我老板 敲门 来不及敲门了 陈百家与传论加入烦胜了 真的 真的 你看 今天上午就要开媒体新闻发布会了 还有件事很有意思 从昨天晚上开始 我们的舆论导向正在慢慢好转 尤其是今天上午开始 给我们负面平衡的人数明显减少 毕竟是有人在背后默默帮助我 不然能不可能这么快就扭转局势 怎么就突然倒断枪口了呢 李生告诉我的是施小念的功劳 他找到了当时 帮我们转发视频的大V 束缚他们在网上帮我们解释 但是他好像也帮了别人什么忙 这样一来 我们才有了翻身的机会 这倒是像摄像店的风格 不过效果还挺不错的 本来说要换手机的顾客 突然说不用换了 他们自己下载补丁就可以了 他们对我们N-E的质量 还是有信心的 这样一来 虽然我们的资金问题还是不小 但也不至于危机生存了 对了 你一会几点的防班 我送你去机场 不用麻烦了 让明生送我就好了 照顾好自己 还有那个施晓念 抓捞他 让他跑了 告别礼物 莫娜 谢谢你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 好啦 你都说了一百遍了 我们又是好朋友 虽然工作要紧 但还是先把饭吃了吧 我不饿 你先好好吃饭 不吃饭扛不住的 我听小丸子说 你是为了替公欧赚一些钱 好帮他补上资金上的漏洞 才这么拼命的 我也不都是为了他 我是想吧 你看他为我投入了这么多 无论是出版社也好 还有这个工作室 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上他这人情 那我就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利用他给我提供的条件 赚点钱 帮他 那你也不能这么累啊 连轴赚很辛苦的 更何况 其实你赚的那些钱 对于公欧来说 也只是杯水车薪 谢谢 杯水车薪怎么办 总比没有钱 最起码我可以用行动表达 让他知道 他还有我施晓念这个朋友 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 那他了解你的一片苦心吗 他呀 有的时候我也挺不懂他的 比如说他让我住在他家里 还有他带我 去沐千初的订婚典礼 他这个人 挺不上于表达自己的感受的 只知道为朋友默默地付出 所以我觉得我用我现在的方法 比直接跟他说明 更能让他接受 真是服了你了 不过我还是提醒你啊 身体最重要 放心吧 你是不是带了新的订单来啊 我看看 这么多啊 我们这周的业绩肯定能翻倍了 你试一试 太棒了 得力干净 赶紧吃吧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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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绕眼线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紧口心脏也照亮 不再横亮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蜜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看着难免的长夜 领悟未来的图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梦想 爱你是一个小小麻烦 挑战自己耐心的容量 我看着你求上天再赐我力量 教会我成长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谢谢你啊 是小念 在画什么 不给你看 给我看看 不行 给我的为什么不能让我看 不能让你看到 虽然是给你的 但没说现在让你看 给我看看 不给看 就给看 不行不行不给看 哎呀你走了 你赶紧走回去 不走 别看你快走 真蠢 怎么了 天拖 最近很忙啊 最近很忙啊 最近公司正在转型期 姐姐又经常不在 所以很多事情 都得我去助理啊 那咱们周五的时间 周五是我们领证的日子 当然会空出时间了 放心吧 对了 小念 你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们喝过两张东西 你说只要有了那个 我们就算是结婚了 那个呀 我当然记得啊 我的那张前两天 在家里找到了 这样吧 周五你把你那张也带上 拧完正之后 我想找个地方把它装饰一下 以后我会在家里 你记得怎么样 好啊 哎 怎么样 小迪 没事吧 没事 千拖 我的那个我好久没拿出来了 我可能得回家再找找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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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说陈总跳踏到凡胜 是故意针对小老板你的 毕竟凡胜这么多年 一直跟咱们不对付 他带着咱们的技术过去 凡胜自然是敞开大门环影 我知道了 那我先出去了小老板 去吧 我去拿大门了 你怎么看我 我叫我 掐功给你了 我先走了 你先走了 你急着 我觉得还走 乐乐觉得还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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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要向老板汇报工作 这是第一次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汇报工作 你写的这些 都不必再做了 什么意思啊 做点自己喜欢的工作 喜欢的 这就是我喜欢的 恩义不需要你赚这么多钱 而且你赚的钱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那怎么能行呢 你不要总把我们团队 当成一个边外的团队 好不好 我们虽然不懂那些手机设计 但是也想多少做点贡献呀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工作室呢 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呢 是工作室自负盈亏的部分 可以在不断地开展新的漫画项目之外 再接一些商业性质的案子 比如说动漫形象设计 慢改 慢涨合作等等 盈利的部分 就让小丸子做一个报表给你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针对恩义的宣传策划案 每个阶段的宣传 还有就是配合突发热点 我说了 不需要 你不是说你喜欢画漫画吗 我不是喜欢画漫画 那就继续画呀 有人花着钱养你 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有什么不好的 什么意思 什么叫有人养着我画漫画 你说的没错 我是喜欢画漫画 可是我一点没觉得 我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委屈的 我是真的很喜欢 一起并肩作战 共同解决问题的这个感觉 恩义就算有什么问题 也不是你能解决的 那我至少可以努力呀 并没有这么重要的 这到底什么意思 你怎么能解决的 这人怎么这么别扭啊 小念 怎么样 他听什么印象了吗 他没看 为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啊 你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久 每一步都在为他考虑 他要提一件事就不说什么了 看都不看什么意思呀 你别 别着急 这样吧 那个 我请你俩吃个饭 你们消消气 好吗 走吧 走吧 小迪啊 你要找什么呀 你要找什么 帮他刚给你找 帮他帮你找 石小连的东西是不都在这儿了 他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呢 小迪啊 小连读大学的时候 把好的东西带到学校 后来他又没回来住 该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啊 你看你犯的乱七八糟 你到底在找什么啊 我就知道他不会把东西放在这儿 我先走了 小迪啊 饭做好了 算了再走吧 小迪 听爸爸一句 什么事啊 适可而止 不要再把你接残过金这件事了啊 喝杯 我都喝没了 你来喝酒 你来少喝点 喝酒呀 喝喝喝喝喝 还有呢 奥上 奥上 想念 你说关欧他凭什么那么说你啊 他莫名其妙地把你拉去大家工作 又把你关在他们家 工作室也是他给你开的是不是 现在呢 又跑出来跟你说 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他是不是是各分练脑子有病啊 方案 方案不方案咱们就不提了 现在他是要把 我还有工作室 全都赶跑 那他当初干嘛还 哎呀 好啊 不能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什么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们小老板就是阴晴不定脑子有病 凭什么气饭我们小念啊 小念 来 喝点 醒醒酒啊 你们俩 我们以后不要理他了好不好 小念是小念 我们不理他了 什么意思啊 小老板 真不是我不想控制局面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你怎么不敢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呢 他俩已经开始呜呼了 你自己听吧 道上 你 小娘子来干杯 小丸子 吃 吃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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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